今天是金山区公所公共拖劳中心两周年成果发表会 在地经营营法族俱乐部据点活动的六股里长直呼不容易 应用专业的师资以及在地视角出发 里长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今天是金山区公共拖劳中心两周年纪念成果发表会 跟其他拖劳中心相同的是 多元的课程让长辈们都相当乐于分享 表演给大家欣赏 不同的是今天这个难得的成果发表会 也让在地经营营法据点许久的六股里长大战 真的是很不容易 这一会基金会来金山老徒中心两周年庆 今天可以说成果非常丰盛 因为老人能够看到老人家活得那么健康 尤其各方面之处的成长是非常好的 其实这些活动的话我理也是正常在推动 缘缘失能工具大学来带动 其实像这会的话他们特别特别用心 一些专业知识的传递非常好 六股里长表示其实经营营法据点这么久都知道偏向长辈要踏出第一步 走出户外很不容易 更别说要负担一点学费 没想到在企业会基金会的努力之下 拖劳长辈越来越多 而且每一位长辈都很认真的分配时间 说什么也要排除问难来运动上课 那除了让大家能够见证到老人家在这边 除了实际上撤出来的体制能有进步之外 他们也能够从原本很害羞到现在能够在众人面前展现舞蹈 然后很开心的这一面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区长还有那个里长们来做 来参与来做见证 那刚刚那个里长还特别提到说 其实两年前他根本不看好我们的中心能够营运下去 因为在偏向嘛 然后老人家又这么害羞 然后又是要部分负担的一个收费式服务 可是他从去年到今年他真的觉得不容易 尤其是看到老人家 其实基本上的老人家都是他认识的 然后他们从原本很害羞很逃避 到现在在这边落落大方 能够这样的表现 而且很多老人家年轻的时候真的都是知识分子 然后他刚才特别跟我讲说 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而且持续的参与 是对我们非常大的肯定 借会基金会在里长与长辈的肯定之下 表示万事起头难 长辈刚来时真的很害羞 甚至是害怕进入到新的环境 透过在地团队的努力 还有阿公阿嬷们的宣传 现在老人家每一位都是固定班底 看着长辈们快乐学习与体能进步 就是借会基金会得到最大的肯定与回馈 记者廖宾罕 金山采访报道